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直播 今天是我們第347集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Solve Protocol 那在開始之前的話 我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 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呢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東西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Solve Protocol呢 他只要做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事情 而且是基本上很少有項目在做這事 就是他想要把NFT financial化 大家對大部分人對NFT的看法 或認知呢可能在這個藝術型上面 就是ERC-7RE這個協議 拿來做這種放圖片啊 放影片啊 或放GIF檔之類的 然後像很多現在的PFP 像是猴子啊 這些全都是一個NFT對不對 但實際上 Non-Fungible Token 還有非常多其他的功能呢 像是在Uniswap V3這上面的這個 LOP Provider會獲得的就是一個 Non-Fungible Token 然後是來控制他整個 Liquidity Provider 就是提供流動性者的一個證明 那其實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拿來用 因為呢其實ERC-7RE可以放入很多的Meta Data 這也是我們常看到 比如說你有一隻猴子 猴子可能有個帽子不一樣 衣服不一樣 膚色不一樣 這些其實都是不同的Meta Data 然後他可能存在IPF上面 或存在其他的去中心化主人公司 像R-Weave 或DNAD這些地方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呢 是在於金融憑證上面 那這其實呢在於現在 一直要找到更多的Liquidity 是很重要的地方 那這就是在於大部分項目的這種私募輪 大家應該知道就是說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說一個項目他可能公佈說 我們今天完成了種子輪投資 或是我們完成了這個私募輪 然後有誰來投資 可能有Alameda有FTX有幣安 或是有一些比較知名的 像是A16Z PanteraPolychain的 那大部分的這些資本呢 他們都會簽一個MEMO 或是一個SAF Agreement 就是代表說OK 我今天要投多少錢 在多少的估值 來換取多少的代幣 然後在代幣呢 可能會分這個不同的解鎖時間 然後也會有不同的class 比如說他可能會寫說 這個項目如果一發幣的話呢 要發5%的代幣呢 給這個投資者 然後另外95%呢 可能分兩到三年 那投資者通常呢 這個比較能承擔風險嘛 所以呢 他們就可以承擔這種比較長的這種時間 同時間換取了一個比較低估值 然後呢可以早期進入市場 但是其實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 SAF市場呢 其實有他的一個二級交易市場 那就是SAF的OTC市場 那其實很多資本呢 專門做這個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其實呢 就是說OK 你今天可能投這個項目好了 然後呢 這個項目久久都沒發幣 那你就會想要把這個SAF呢 給賣掉 那可能你當時投很多 假如說一個資本投一個項目 100萬美金 他已經佔他總發幣量的磁幣量可能5%好了 他就可能決定說可以想把這個賣掉以兩倍或三倍的價格 來換取一些liquidity來去做其他投資 對所以呢 SAF市場在2019年的時候呢 非常的這個大喔 就是很多人呢開始在買像是什麼IPFS啊 還有很多已經在市面上有的幣呢 你都買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SAF市場 他其實一樣有這個很長的一個鎖倉期嘛 所以呢 你可以買到 可能現在這個幣在市場上面交易是10塊錢 你就有辦法買到3塊或5塊錢這樣子 然後呢 可是你就要等他的鎖倉期 對 所以SAF市場是從這樣出來 但是SAF市場也有他一定的風險 就是 對方收到幣可能沒給你啊 所以就必須要有很多的這種 一些部分的監管機構和部分的信任才能做到 那 但是這個市場其實非常大 是幾億到幾十億設計幾百億美金的市場 我們假如看像Selana漲的話 如果Selana 早期投Selana的人就知道Selana這個SAF現在值非常非常多錢 那種大部分不會拿來賣 因為Selana漲那麼多 大家看到Selana之後漲更多 那對其他好的項目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看好他就覺得不會拿來買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呢 越來越多呢 想要把這個交易呢 可以把它證券化 就是變成NFT 那就比如說好 今天你可能投到一個項目A 與其是簽一個合約呢 你也可以簽一個合約 但是呢會獲得到一個NFT 這個NFT憑證呢 可以讓你去每次解鎖的時候獲得代幣 那就不會是說看這個地址 大部分現在就是說可以知道你的地址是什麼 然後就傳幣給你 然後時間解鎖到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幣然後就提供流動性或賣掉嘛這樣 那現在呢 變成是說你可以獲得一個NFT憑證 然後這NFT憑證就有些Meta data 可能說這個要每三個月解鎖一次解鎖多少 然後呢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那就變成NFT了 那這時候呢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流動性了對不對 因為呢你雖然還沒有獲得到代幣 所以你沒辦法砸盤 但是呢你有辦法把這個 這個 憑證呢 saf的憑證呢 給交易出去喔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Soft這個平台呢 他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算是市場獨一無二的 大概有兩三家在做 但是 Soft是做的算最特別 他這邊第一句就講說 Soft Vulture is the first financial NFT Soft Vulture is dedica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ay we manage allocation vastly improving the liquidity of lockup asset 所以這邊就講很清楚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資產呢 是被鎖住的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鎖住的這個資產給解鎖出來 那這如果做到的話其實又非常非常大 其實我們光看DeFi Llama好 現在呢整個市場大概1690億美金的這個鎖倉量 在整個DeFi裡面 以太坊呢 就占了非常大了 然後呢 其實呢很大部分呢 那這邊呢像以太坊占1190億美金 是Selana大概10倍吧 但基本上也知道就是說 很多這些幣呢 比如說Selana好了 它其實就是突然一陣子暴漲出來 就比如說8月的時候呢 突然一次暴漲10倍 那也有可能很快呢 Liquidity也會流掉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其實很多人就會說 OK那我們今天投了一個Selana的項目 或者我們今天投了以太坊上的項目 手上持有的它的這個 這個未來會獲得到的Token 那有沒有辦法 這時候說我想要把這個抵押 然後去借錢 或是我想要把它抵押來做什麼事 這其實就是DeFi 樂高模組一直在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使用 持有以太幣可以透過MakerDial生成Di Di呢又可以讓我放到Compand 或AV裡面再借錢 或是丟到Curve或WireN 所以它透過不同的地方呢 來去讓你的資金使用率 再創造出新的Capital出來 那這其實就是讓整個DeFi 成長的最大空間之一 就是我今天重新塑造了 那只要用戶或使用者 可以去了解 然後會願意使用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讓它的整個 這個這個 Market 變很大 那其實SAF市場就是這樣子 SAF是很多人就無法碰到市場 那其實我們昨天有介紹 Impossible Finance 或者像是Dowmaker 和這些CoinList 或是Republic 或是Launchpad 或是PokerStarter 他們其實都是在賣Token 對不對 就是你去參與它的ID 那我相信未來呢 會有越來越多這種解鎖期 是不對應你的地址 反而是給你一個NFT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有人可以去收購你的NFT 就說我覺得 你可能沒辦法承擔這個風險 你想要降低你的風險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 持有代幣的NFT給賣掉 他這邊就講這個 Spitable NFT 就比如說你持有一個NFT 他可能可以換取 10萬顆的Solana Token 或是可以換取 1萬顆的NARS Token 或怎麼樣 你就可以把它再分成10個 然後再給這些人 那這些人時間到的話 就會獲得到相對應的代幣 Computable NFT 就是你可以去設定你的這些 解鎖期啊這些時間 或是你想要 什麼樣的什麼樣的原因 才會觸發解鎖這樣子 然後呢 他compatible NFT 就是可以讓他 變成其他這種抵押品 Collateral 就可以客模組化 好 那他現在有的一些partner 就有這個Dodo Bounce Saffron NOS Anchor Bella Ultre Prometeus 和Parsic 然後 未來會增加更多的一些項目進去 然後他們現在擁有的投資者 有韓國的Hash Mapleleaf Capital CryptoGroom Asia Spartan IOSG 和GBV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Document 這部分大家可以去看 Document其實寫得非常清楚 他也一直在增加新的資料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這個產品 然後產品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到 他現在已經有一些 有解鎖期在裡面了 然後呢 可以去購買 那就購買後 你就不會獲得到代幣 你只會獲得到NFT 然後時間到後 你可以一一去解鎖 然後你會看到他的價格 其實都比市價還要好 比如說這個Dodo呢 是市價的22% 減少22% 就是那個差不多8折左右 然後這邊差不多7折 那所以呢 其實這就讓大眾可以看到 這種折扣市場 這種SAF市場多大 這其實跟一些還沒有IPO的市場 也有點類似 最近我們看到像Robinhood 還有很多的這些 新型的金融機構都嘗試去做 就是說 我在Pre-IPO之前 可以讓這種市場上的這種驗證投資者 可以獲得到 那其實很多人都是驗證投資者 對不對 你如果年收達到100萬美金 或是更多的話 其實你是有辦法去參與這些 Private Deal的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足夠的影響力 所以Private Deal的人不一定會給他們 因為 比如說你今天有100萬美金 跟A16Z給的100萬美金 那個重量絕對不一樣 你可能沒有辦法讓 這麼多人去看這個產品 A16Z一個推文就上萬人去看 所以這個完全的重量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今天A16Z投完好 他可能想要釋放一些market出來 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 來讓其他的散戶投資者來獲得 所以 我覺得Decentral Finance 去中心化金融 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團隊 他是不會有開什麼公司行號 他也不會設一家銀行 全部都是用這個虛擬和加密貨幣 來去做這所有的資產管理 那現在新的一部分呢 就是透過像是Solve這種 來讓二級市場的Capital Liquidity 釋放出來 那可以讓就是說 OK我今天是一個虱目投資者 然後我覺得 欸市場感覺有點要走熊了 我想要買掉 那也讓一些機會的人呢 他會看到 欸市場走熊 我願意把我在牛市賺的錢去購買 這些我原本購買不到的liquidity 那這其實在19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剛才一直講Solana和一些其他中 比較大型的項目 他現在非常火 但是你知道嗎 在19年的時候 這些項目 基本是你賣不會有人要買的 就是因為很多這些項目他 投資者可能獲得很多代幣 但是沒有足夠的這個市場去賣這些代幣 所以呢就很多人在二級市場想要出售掉 用半價或是更便宜的方式出售掉 來回本 因為大家覺得市場會走更熊 因為19年是個大熊市嘛 那時候包括現在幾個知名項目 有Ave 那時候叫Land 還有SynCatrix 還有很多OTC市場都出現 都是你可以透過這些方式來獲得到他們的代幣 那剛剛講的項目就是冰山一角 還有更多其他項目 後來當然大家看到牛市來了 就趕緊在牛市的時候把幣發出來 所以所有的市場都有這樣子 就一旦走熊了 大家就會想要把這些還會解鎖幣 所以其實很多項目 大部分 投資者都是帳面上看起來賺很多錢 但是他可能沒有幣解鎖出來 像很多知名的項目 他就是一鎖可能就兩年後才能解鎖 所以大家就看 哇帳面上這麼多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 若是NFT 你可能帳面上 原本投100萬美金現在變1億了 那你就可以去拿這NFT去抵押再借錢 那如果你沒準時還款 可能他就清算把這個給借你錢的人 所以有很多的金融產品就可以這樣去玩了 所以我覺得Sof去做這個事情 就解決了一個蠻特別的問題 就是在這種Sof市場跟這種私募機構的這種市場裡面 去做一個新的liquity和新的一個契機 不只是幫助這種機構投資者 可以去出掉一些自己比較高風險的資產以外 也可以讓其他的這種認證的散戶投資者 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去承擔這風險 來獲得他想要獲得的這種項目的代幣 對那這邊再提醒大家一件事 這種投資風險更高 所以其實不是讓任何人可以參與的 然後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s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financial advice 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Sof這邊我們已經有做了一個他的中文 search 所以如果還沒有參加的話 可以在介紹欄裡面點他的這個 那個連結到這個Sof的中文 search 他們的團隊都在裡面 所以你們可以去問他們各種的問題 好 區外線的Crypto直播是每週一 每週三 每週四 帶給你每週五 帶給你最新最酷的區外線資訊 我們明天見 掰掰